今天要说的书是《控制愤怒》 设计这本书来头可不小 这是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大师 埃尔伯特·埃利斯的代表作之一 设计心理学 你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可能是弗洛伊德 但是你知道吗 美国和加拿大的心理学界 曾经评选过一个最有影响力的 应用心理学家排行榜 弗洛伊德排名第三 而第二就是这位 埃尔伯特·埃利斯 排名还在弗洛伊德之上呢 当然了你也一定很想知道 第一是谁 第一嘛 也是一位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 卡尔·罗杰斯 他的作品呢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给您讲 还是先说回埃利斯 他之所以能够力压弗洛伊德 主要是因为他在应用心理学 也就是把理论知识 用到实际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这个方面建树破风 他提出了一个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英文缩写是REBT 为现代认知行为疗法奠定了基础 这套理论和疗法 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心理咨询师的必修课程 而这套理论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巨大收获 首先 他用他的著作版税支撑起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研究机构 阿尔伯特·埃利斯研究所 同时 他的疗法还收获了一批超大盘的粉丝 像小布什 克林顿·希拉里夫妇 这些当过总统或者差点当上总统的大任务们 都非常推崇埃利斯 最重要的是 他善于处理心理问题 调节情绪 这给他自己也带来了非常健康长寿的生命 埃利斯生于1913年 处于2007年 享年94岁 2013年 埃利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 他关于理性情绪的一系列作品 经过埃利斯理论的继承人 美国临床心理学博士 塔夫瑞特的整理 重新出版 并且引进到我们国内 除了今天我们要讲的 《控制愤怒》 这道书还包括几个姊妹篇 像《控制焦虑》 《理性情绪》 《我的情绪为何总被他人左右》等等 听这些说明就能感觉到 这些书对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会很有帮助 我们也将陆续为您带来 今天我们先来说这本《控制愤怒》 那说到愤怒这种情绪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 人从小到大为人处事 基本都有过大发脾气的经历 或冲冠一幕为红颜 或咬牙切齿鸣不平 无论因何而起 最终基本都是怒火烧身 两败俱伤 愤怒会让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愤怒的几大危害 第一呢 就是愤怒会破坏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第二 愤怒使你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 第三 人在发火的时候 所做出的选择行为和方法 都不太可能是最佳的 第四 愤怒还很容易导致攻击行为 而且还很可能招致对方 也对你采取报复性的攻击行为 第五 愤怒还会给自己带来伤害 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 像冠心病 心肌缺血 这些心脏疾病 都跟愤怒有关 那更不用说愤怒带来的精神痛苦 像什么抑郁啊 内疚 窘迫 失控感这些 还会导致以后跟人交往时缺乏自信 愤怒有这么多的坏处 所以很多很多精力丰富的长者智者 都会劝劫年轻人 欲试不要生气 要冷静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真正做到控制愤怒呢 在告诉我们正确方法之前 爱丽丝先来了一个排除法 告诉了我们一些流产很广 但其实并不准确的应对愤怒的方法 你先要跳出五个误区 才能明白应该怎么控制愤怒 第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可能通过发泄的方式来减轻愤怒 弗洛伊德就这么认为 他认为愤怒情绪就像液压机 压力太大的时候 就必须通过发泄来减压 但是爱丽丝通过长期研究指出 这是错的 因为发泄能让你短时间痛快一下 但是发泄愤怒很危险 因为这会招致更多的愤怒和暴力 第二个误区是暂停策略 就是发现自己生气时 先停一下 消消气 这种方法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它可以让我们避免在圣怒之下 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 但这种方式只是逃避 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个误区是 认为愤怒促使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可能有的时候你一发怒 别人就顺从你的意愿了 但是如果你总是给其他人施加压力 那最终必会摧毁你的人际关系 第四个误区是 认为洞察过去可以减轻愤怒 这些专家认为为了减轻愤怒 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是仅仅研究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还是不能起到控制愤怒的作用 第五个误区是认为外部的事件惹你生气 事实上你的愤怒是对外部事件的反应 你的愤怒情绪是你自己造成的 那既然这五种常见的方法 爱丽丝都说不对 那接下来她该拿出对的一套了吧 别忙 在学习控制愤怒之前 我们还要从理论入手 真正认识愤怒究竟是什么 这就是爱丽丝提出 并且多年践行收效良好的 理性情绪行为ABC疗法 爱丽丝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生涯中 运用这套方法治愈了无数人 我们先解释一下ABC分别都代表什么 C就是情绪或行为结果 也就是你的愤怒情绪 A是诱发事件或逆境 在这爱丽丝举了一个例子 事实上她整本书就在讲这一个例子 后面我们还会多次提到 说你的一个朋友 比方说叫捷克吧 说好了要和你合租一套公寓 你先付了租金 又请保洁又买家具 前妻投了不少钱 这个时候捷克变卦 说不能跟你合租了 这件事要是让你摊上 你肯定也会对捷克很愤怒吧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事例 带入到ABC疗法里面 C是你的愤怒情绪 A是导致你这个情绪的诱因 也就是捷克的爽约 看起来好像是A决定了C 但真的是这样吗 你可能会问了 不是ABC吗 那B去哪了 没错 下面起决定性作用的B就要出场了 爱丽丝ABC疗法里的B就是Beliefs 这本书里翻译成信念 爱丽丝解释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信念体系 并依靠这套体系来做判断以及评价 这是书里的原话 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 当面对外部的突发情况 或者是刺激的时候 我们做出的反应 都有一套比较固定的模式 就比如说愤怒 有的人受到一点刺激就会愤怒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沾会就着 而有的人则不是这样 这种应对外部情况的惯常反应 爱丽丝就把它称之为信念体系 我们说过租房子那个例子吧 当这个事发生之后 如果你的信念体系是倾向于理性信念的 你就不容易愤怒 而如果你的信念体系是倾向于非理性信念的 那很可能就会火冒三丈 根据这个理论 不是事件A必然导致情绪C 也就是愤怒 其关键作用的其实是B 我们用一个数学的表达 可以画成一个简单的公式 A乘以B等于C 在这个公式里 A是已经发生了继承事实 我们没法去改变它 用数学的话说 A是一个定量 但是B是一个变量 所以B的大小决定C 也就是你的愤怒值的大小 我们用白的不能再白的大白话 再重说一遍 那就是A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当这件事情发生了 最终会对你的情绪C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要取决于B 你的信念体系 也就是说 你怎么处理看待这件事 你越把它当一回事 它激发你的愤怒情绪就越大 反过来 你不把它看得太重 你也就不会陷入愤怒的不良情绪了 说到这儿 你可能以为 下面我们要讲什么克制啊 忍让啊 体谅别人这类老生常谈 甚至心灵鸡汤的东西了吧 其实不是 爱丽丝并不倡导宗教里的那种彻底的强忍 她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用理性情绪来应对 下面我们要讲一下 爱丽丝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里的两个核心概念 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 理性信念并不是说人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正面情绪 遇到不好的事还高兴 那就不是理性了 当不利的事情发生 人产生的负面情绪 比如悲哀 遗憾 迷惑 烦闷 这些都是健康的负面情绪 而超过这个限度 产生抑郁 愤怒 焦虑和自增 也就是自我憎恨 这就是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属于非理性信念 也叫做毁灭性情绪 可以说 这两者的区分就在于一个度 理性的信念 不管正面还是负面 都可以说是一种适当适度的反应 而不健康的负面情绪 则会导致不良的行为反应 爱丽丝举例说 非理性信念的主要特征有 一 绝对化的要求 比如 我必须成功 别人必须对我好 二 过分概括化 因为一件事就给别人贴标签 就像租房子那个例子里 因为杰克的爽约行为 就把他定性为一个罪大恶极 不可原谅的人 三 总是感到糟糕至极 就是习惯性的放大 不利事件的程度和影响 把一点小事都看成灾难 我们前面说的信念体系D 如果都是由这种看法构成 那就意味着你浴室的时候 必然陷入到不健康的负面情绪里面去 而爱丽丝提倡的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核心宗旨就是认为导致愤怒 焦虑 抑郁等这些不健康情绪的原因 不是不利的事情A本身 而是你应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也就是B 信念体系 而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你的信念体系 你应该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想法 态度 行为 你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 这也可以说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运转原理 明白了这个总则 我们来看看爱丽丝提供的控制愤怒的一些具体方法 她把这些方法归纳为四大类 思维方法 情绪方法 行为方法 以及其他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思维方法 愤怒之类的情绪 主要是由于你的信念体系B导致的 那么当你感到愤怒的时候 你应该问一下自己 在B阶段 我是怎么想的 我用了怎样的信念体系 这个反思的过程 爱丽丝把它命名为D 也就是Dispute 质疑 控制愤怒的思维方法 核心技巧就是通过D 质疑来发现你的信念体系B中的非理性信念成分 然后把非理性信念转换成理性信念 质疑分为三个阶段 一 查明你的非理性信念是什么 二 辨别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 三 针对非理性信念进行积极辩论 从而改变自己将情况往坏处想的想法 以及强迫性的思维方式 当然你还是会有明显的负面情绪 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目的是让你理性 而不是让你摒弃所有的情绪 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面对愤怒的诱因 如果你采用理性信念 对非理性信念进行质疑和辩论 从而得到新的观点和认知效果 也就是回到健康的负面情绪 以上就是阿尔伯特埃利斯提出的 控制愤怒的思维方法 下面我们说一下控制愤怒的情绪方法 情绪方法是指通过关注情感或愿望 来阻止或改变愤怒的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这种方式有时候甚至有些戏剧性 运用情绪方法克服愤怒 第一种情绪方法是自我选择和认可 要做到无条件的自我接受 完全接受有愤怒情绪的自我 并经常对自己重复这种自我认可 这样你对自己的感觉会越来越好 第二种情绪方法是理性情绪想象 就是通过想象的方式 在自己的头脑中将你的怒火尽情迸发出来 注意啊 不是在行为层面真正的发泄出来 然后努力迫使自己改变这些感觉 从而体验到另一种更为健康的负面情绪 然后你要回想 你做到什么才产生了这种情绪变化 你会发现是你的信念体系发生了变化 重复练习 直到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很熟悉 做起来也很容易 你也可以利用理性情绪想象产生愉快的感觉 就是想一想你与令你生气的那个人 曾有过的非常快乐的经历 让你对这个人产生好的感觉 使这种感觉最终胜过敌意 此外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还运用攻击羞愧感训练与冒险训练 帮助你克服自我憎恨心理 减轻愤怒 这两种训练的目的主要是锻炼自信心 自信训练可以有效防止和缓和愤怒感 因为归根结底来说 愤怒常常根源于羞愧感和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控制愤怒的行为方法 根据理性情绪行为良法的理论 思维 情绪 行为 这是三位一体的 思维会影响情绪和行为 反过来 行为也会对思维产生极大的影响 如果要改变行为习惯 最好同时改变思维习惯 比如你的网球打得很差 你感到自己很差劲 责备自己不能进步 尽管你有这种负面态度 你还是强迫自己每天练习 提高技术 最后可能会打得很不错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可以打得很好 这就是通过行为来改变信念的一个例子了 理性情绪行为良法 有很多种行为方法 这些行为方法 爱丽丝形象地把它们叫做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主要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行为 与那些对你不公平的人保持联系 对他们的行为不再感到生气 第二是想法 通过接触改变对使你愤怒的人的看法 理性情绪行为良法 还采用自我管理的行为方式 简而言之就是 当你完成一件希望完成的任务时 给自己一份奖赏 当你不能完成任务时 就惩罚自己 理性情绪行为良法 还运用很多自信训练的行为方法 让你变得更自信 锻炼自信的作业有以下迹象 一 做几件具体的冒险的事情 比如穿一件很招摇的衣服 或者在众目睽睽一下举手 问一个大家可能认为很傻的问题 二 冒被拒绝的风险 想几件你想要做的事情 但一旦你提出要求会被拒绝 当他们拒绝你后 坚持说服他们同意 如果还不行 持些时候再提出这些要求 三 冒拒绝他人的风险 想几件你不想做 但为了取悦他人 却经常做的事情 友好并非常坚决的拒绝 四 做几件荒唐或者丢脸的事情 就是羞愧感训练 五 故意让人知道你搞砸了某件重要的事情 六 冷静地坚持自己的权利 七 鼓起勇气对抗他人 八 角色扮演 虚拟争吵和争斗 九 对可能会出现的不公平事件 做好事先准备 十 明确区分自信行为与攻击性行为 控制愤怒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学会放松也很重要 生理上的激动会更加刺激愤怒情绪 因此 让自己生理上平静下来 是阻止或减轻愤怒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解除紧张感有很多技巧 比如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法 引导想象法 以及各种冥想 当你感到生理紧张 愤怒情绪开始产生时 可以通过这些练习放松身体 艾利斯还总结了几种方法 可以使你避免陷入有害的愤怒情绪中 一 全面考虑愤怒的实际后果 二 提高挫折容忍力 三 克服自恋与夸张 四 意识到愤怒和暴力的危害 五 挑战偏见 六 克服自卑感 七 远离毒品和酒精 八 认识到人都会犯错 九 控制义愤情绪 十 非暴力原则 十一 认识到恨的讽刺效果 十二 构建人本主义价值观 十三 理解对方的痛苦 十四 改善人际关系 十五 学会和人合作 十六 参加研讨会培训课程 以及心理治疗项目 虽然说了这么多控制愤怒的方法 但这些不论行为还是思维都需要不断的练习 而在练习有成效之前 我们还是可能会陷入愤怒 那应该怎么办呢 爱丽丝提出 不要觉得愤怒是不可接受的 甚至因此而讨厌自己 你要接受一个有着愤怒情绪的自己 尽管你要承认愤怒这种情绪本身是错误的 但不因此而认为自己不好 你没有必要因此自责 人都会犯错 你有犯错的权利 有让自己生气的权利 你可以采用几个切实可行的步骤 让自己平息怒火 一 对让你生气的人 你要坚持自己的权利 任用以自我感受为主导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以他人感受为主导的表达方式 二 当某些人让你生气 而他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不好的时候 尽量以威严的 而不是以命令的态度跟他们说话 三 有人责备你时你很生气 但你克制自己 没有严厉指责对方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 你会做得更好 四 当你因别人的指责而生气时 没有必要感到抱歉或讨厌自己 五 不妨以讽刺刻薄批评的态度 回应别人的奚落 六 不要对自己处理愤怒的方式吹毛求疵 当你对某些人感到生气的时候 不要要求自己做出得体的回答 七 务必使自己赏生气 八 生气时 向自己和其他人承认这一点 好了 这就是这本控制愤怒教给我们的 它让我们认识了愤怒的危害 愤怒真正的原因 该如何看待愤怒这种情绪 还为我们提供了 从理论到实际应用中的小窍门的 一系列控制愤怒的方法 希望您能从中受到启发 学会妥善处理您的情绪 心理学大师阿尔伯特·埃利斯 关于情绪管控的系列作品 我们还将陆续为您带来 请您继续观看